再吵吵 影响公子休息了 给他喂点把吧 好嘞 我这里有热乎的 什么 你们 幸亏那天任性 没有同意我们挂在墙上 谁敢想这家伙 竟然废了太玄门少门主 还把他关在咋医院 这位爷 简直是无法无天的 白云贤姑 就是这里 太玄门的人来了 为首的是白云贤姑 听说他最近 习得太玄门命数 觉醒超强体制 在太玄门的地位 尽刺太玄门门主 这种大人物到来 彻底完了 这么看来 太上长老也保不住任性了 待会儿给他收个诗吧 贤姑 你们终于来了 救我 快救我 他们为我支持 刘哥 他们敢在咋医院撒野 没死 国掌门 这是杂役弟子 这个 怎么回事 这小小杂役 怎么堪比金鱼弟子的实力了 上门主 惊怒 你放心 今日这里的人 一个都活不了 王八蛋 你还敢出来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任性 别敢 仙姑 你这是 国掌门 白云仙姑 想亲手 咋了这小子 所以才阻止你的 原来如此 此等力贼 确实该让太玄门 亲手动手为好 白云拜见任公子 啥 这是 仙姑 你这是干什么 任公子对我有天大的恩情 谁敢对他出手 我就毙了谁 仙姑 你会不会搞错了 他一个垃圾杂役 何得何能 对你有恩情啊 你质疑我 不 不敢 任性既然对太玄门 白云仙姑有恩情 此人果然大用来历 公子 此事我可以从中调解 消除上玄宗 和太玄门的恩怨 如此甚好 有劳白云仙姑了 真是峰魂路传 本来以为大战不可避免 没想到竟又靠人形化解了危机 仙姑啊 不能这么算了 我的根基 我的快乐 都被这家伙毁了呀 给我闭嘴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此事对你日后成长并不是坏事 太阳仙姑 别忘了你可是太玄门的人 如果被门主知道 梁克庆 凭你 也被威胁我 不敢 我只是在提醒仙姑 太玄门立意为重 既然白云仙姑出面 两宗之间没有解不开的恩怨 不如回宗门大殿再行商议 别过去了 人情简直就是我上玄宗的大复兴啊 虚惊一场 终于不用担忧开战了 不必商议 太玄门从上玄宗手里 夺得的六条灵脉带来了吗 你说什么 任性 你疯了 顺利解决此事便可 你还要什么灵脉 我说过 上玄宗的灵脉还不回来 我斩了它 寄人太甚 寄人太甚 仙姑 梁克庆 你们还不避了这狂徒 任性 不如见好就收 是啊 任性 现在局势对我上玄宗有利 如果再一位逼迫太玄门 恐怕 二位长老 我问你 妥协 忍让 得过且过 上玄宗可有未来 这 来瞧瞧 告诉他们该怎么 哥伙伴的 以利夫人 那就以利夫人 打人要打脸 杀人要诛心 这世上最温妥的关系就是 打扶他 是我们想法幼稚了 罢了 全凭任公子做主 沈公子 六条灵脉 这是不是有些 白云 念你与我有一段远法 我给你一句话 置身事外 置身事外 我明白了 任公子助我修炼命术 觉醒太极之遵体 这都是如山海 日月一般的大案 置身事外 对我来说 却是最好的选择 梁克勤 此事就交由你处理 太玄门和上玄宗的事情 我不再干预 我可不会惯着这小子 小子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要几条灵脉 梁克勤 别当真 上玄宗不是这小子 说了算 七条 什么 你还敢夹一条 八条 我看你是风魔了 九条 杀了你 你敢 上玄宗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你也不毒我 可恶 要不是老夫救伤在身 还能得着你再次放肆 蝼蚁 上玄宗既为蝼蚁 我把你们菜上长老叫来一战 我仅是一人骚平整个上玄宗 两颗枪 把他们都给我涂漏干净了 斩敌台 什么 什么 大长老 还记得我刚来上玄宗的时候 说过要赐你一场七元造化 确有此事 今天 他来了 这 这倒是传说中的五彩神庙 真的是五彩神庙 五彩神庙现世 天有我上玄宗 消失了上万年的五彩神庙 竟然重现了 神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